请听小说 仙逆第981章 可还记得灵儿 王林略以犹豫 看了一眼沉道三子身后的水灵星 此心灵气很浓 一眼看去更是可以感受到其上阵阵的清灵与秀美 一臣子看到王林犹豫 连忙抱拳道 王兄 除去我水灵星四周方圆数十万里内 再也没有能与此心相比着 况且此心很大 我等绝不会打扰王兄的修行 旁边的一星子与一龙子二人也看出了一臣子的心思 连忙在旁劝说 王林点了点头抱劝道 如此便麻烦三位了 一臣子哈哈一笑说道 哈 不麻烦 王兄能下榻在水灵星 是我三人荣幸才对啊 请 说着 一臣子向后退开几步 右手一引 迎着雷吉那庞大的身子去往水灵星 前行中 雷吉的身子渐渐缩小 最终化作一丈大汉 跟在王林身后 与大头和塔山平行 至于福丰子 此刻自然也不敢多言 跟在王林身后 向着水灵星而去 一路上陈道三子与王林谈笑言行 所谈大都是一些无关事宜 当日鬼眼城外之事 一臣子等人闭口不问 一行人均都是大神通修士 飞行中没过多久便临近了水灵星 进入了钢峰层 凌冽的钢峰吹在身上 但却无法撼动众人 在这些大神通修士面前 这钢峰实在是微不足道 很快的 众人踏出钢峰层 王林便在四周众人如捧月一般降临在了这陌生的水灵星 刚一出钢峰层 立刻便有浓郁的灵气弥漫 王林深吸了口气 露出赞叹 一臣子三人始终陪在旁边 看到王林的神色 一臣子暗自得意 心道这水灵星可是附近数十万里内最好的一颗修真星 若非是他三人师尊的原因 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们三个占据 此行不错 王林笑道 一臣子哈哈一笑说道 若是王兄喜欢 可在此地常住啊 老夫欢迎 正说着 远处几只仙鹤从云中飞出 动作极为优美 在其中一头仙鹤上 还坐着一个身穿蓝裙的少女 这少女相貌秀美 人海味道便有阵阵如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师姐 你说发现了一处地下的泉眼到底在哪里呢 在这女子身后的仙鹤上 坐着一个身穿紫衣女子 这女子容颜冰冷 但却有着惊人的美貌 洁白如玉般的肌肤 更有银润之色入眼 那精致的五官 让所有看到者都会双眼围之一宁 在这女子身上 抛去了那冰冷 唯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赏心悦目 她的冰冷 唯独在面对前方少女时才有所缓和 露出微笑 轻声道 小妹不要急 不远了 正说着 她一眼就看到了陈道三子与王林众人 美目一扫 这女子站起身子恭敬道 弟子赵雪见过师尊与各位师叔 陈道三子中的老二 伊龙子 他微微一笑看向王林说道 王兄 这是刘某弟子赵雪 说完 他又向那紫衣女子说道 赵雪 还不来参见这位王前辈 紫衣女子美目落在王林身上 神色恭敬 轻声道 参见前辈 一旁仙鹤上的那个少女 一早就看见了王林等人 此刻大眼睛眨了眨 娇笑道 王前辈可还记得灵二 其声音极为娇柔 更是蕴含了一股水灵根女子天然的妩媚 落在王林的耳中 使得王林嘴角露出微笑点头道 当然记得 我那草帽与铃铛不就是送给你了吗 少女眼口一笑正要说话 但却不知心中想起了什么 立刻翘脸微红 目光扫向旁边的紫衣女子 紫衣女子眼中露出诧异 她可是知道自己这个师妹 这几天回来后 总是在自己身边说着一路见闻 其中对于一个王姓前辈 更是说的最多 每次提及着王姓前辈 这丫头都是眉飞色舞 很是高兴 尤其是那一对灵的 更是喜欢得很 挂在手腕上 总是摆弄 几天的时间 几乎嘴边最多的 就是这个王姓前辈了 就连赵雪她自己 也不由地对着王姓前辈 好奇起来 此刻 赵雪不由地多看了王林几眼 却是没看出 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一臣子含笑看着眼前的一幕 又看了看王林 内心生起一丝其他的想法 哈哈一笑道 凌儿 你王前辈决定在此暂居 你们莫要打扰 说完 他便在前 引着王林向前飞去 王林向凌儿略一点头 便向前一步迈出 他身后的塔山 大头等人紧跟 那扶风子 扫了一眼二女 内心暗叹 跟在了后面 凌儿伸了伸小舌头 脸上红霞未散 又与子一女子赵雪 娇笑玩耍起来 坐在仙壑上 渐渐地飞向了远处 一臣子等人 为王林安排的住处 是这水灵星东部一处 极为典雅的宫殿群 这宫殿群呢 很有古风 更具备了仙姿 远远看去 坐落在群山之中 仿若是仙界 此地 也正是这水灵星上 灵气最为浓郁之处 陪着王林一行来到这里后 陈道三子含笑告辞 想约明日前来拜访 送走陈道三子之后 王林望着眼前的庞大宫殿群 此地山巒众多 几乎每一处山巒的顶部 都修有宫殿 如此一来 密密麻麻之下 这里的宫殿 不下数十 极为磅礴 在四周 随着山巒有众多的参天大树 放眼望去 一片绿意弥漫 庆人心扉 我要闭关数日 塔山护法 其余人各自选择住处 但不得离开我百里外 王林神色平静 留下一句话后 身子一晃 直奔其中的一处宫殿而去 塔山踏步而出 跟在王林身后 大头犹豫了一下 与雷吉一同选择了一处宫殿 此处距离王林所在很近 若是王林那里召唤 塔尔人可以瞬间就到达 至于福丰子 暗叹之下选择了稍远之处 他下意识地 不愿距离王林太近 不过对于王林的百里限制 却是记载了心里 王林一步间便来到了 所选择的住所 略以打量 脸上露出赞叹 这大片的宫殿群 几乎每一处都不同 但看起来 却均都是宏伟不凡 进入宫殿后 塔山盘膝坐在外面 一动不动 为王林护法 宫殿内很是奢华 刁蓝玉器之物近视 地面上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案 其上没有丝毫的灵气 显然不是阵法 而是装饰之物 正中间呢 更有一个需要三人合抱的铜炉 其内燃着手臂粗细的香枝 鸟鸟青烟浮摇指上 在宫殿顶部散开 向四周弥漫 在旁边还有一个紫玉葡团 显然是打坐之处 除此之外 四周的墙壁上 雕刻着连接在一起的壁画浮雕 挤上索刻云烟缭绕 却是一幅众仙营地图 环顾四周 对于此地王林很是满意 此地范围很大 适合祭练法宝 更是颇为安静 闭关静修也可 神石散开 在四周仔细查看之后 王林盘膝坐在那紫玉葡团之上 缓缓地闭上了双目 体内原力流转全身 溃念中期巅峰的修为 在这一刻弥漫开来 王林这一坐便是三天 期间 晨道三子来临 但却没有打扰 而是等了些许后便告辞离去 三天后的深夜 水灵星上月明星熙 阵阵夜风吹拂落在大地 使得树叶哗哗作响 四周更是一片安静 王林所在的宫殿内 他盘袭而坐 原本三天未动的身子 在这一刹那 猛地睁开双目 两道金光从其眼中爆出 在他双目睁开的瞬间 仿若这漆黑的宫殿 都在一瞬间 如同闪过划过 变得明亮起来 三天的时间 再加上之前一路打坐 终于使得秀为真真正正的 巩固在了溃涅中期的巅峰 配合我的骨神肉身 应可与静涅中期一战 只是这些 对于取妖灵之地先赴 还是不高 王林喃喃自语 沉默片刻后一拍楚带 立刻从其内飞出一道清光 这清光一闪 立刻便使得这宫殿内一片 朦胧 清光中有一面八掌大小的盾牌 这盾牌通体青色 由不知名之物系列而成 在其内还有阵阵云烟飘摇 看起来很是美丽 这清光小盾在王林身边 环绕四周后 漂浮在王林身前 静止不动 就连其上的清光 好似也在这一刻永恒 望着清光内的盾牌 王林目光闪烁 他之前在扶疯子 拿出此物时 就从这上面 感受到了一丝 古神的气息 只不过这气息不浓 好似被封印遮盖住一般 若非是王林本身就是古神 换作外人 绝对无法发现 古神吐自一生记忆中 并未练过刺宝 不过当年太古之时 古神众多 此物想必属于 另外一个古神 祭练遗留之物 王林沉吟中 抬起右手 那清光小盾 立刻向前飘来 最终落在他的手心之上 近距离地接触此物 其上那古神气息 更为明显 王林目光闪烁 望着此盾 仔细地在上面 看了许久 最终目光停留在了 这小盾侧面的 一个印记之上 咦 小说 仙逆 第982章 清光盾 那印记是一条 踏云之龙 此龙通体青色 看起来就是一条青龙 此盾内 散发出古神之气 就是在这印记下被阻拦 使得古神气息 无法散出太多 始终被禁铺在盾牌内 无法外泄 王林沉吟很久 抬起右手 向着那印记 漠然点去 在他手指碰到那印记的刹那 立刻一股强大的反振之力 轰然间从其上爆出 形成一股极大之力 轰的一声 使得王林手指被声声弹开 那清光小盾 更是一阵之下 青龙印记剧烈地闪烁清光 在刹那间 那清光之亮达到了巅峰 竟然化作出一头青龙 这青龙身子约十丈长 弥漫大半个宫殿 一身龙林看起来是极为绚丽 弯曲环绕下 更有威严笼罩 此刻张开龙口 带着一声咆哮 向着王林一口吞来 孽畜 王林双目一寒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一股狂风呼啸而来 直奔那青龙横扫 更是以迅雷般之素 一把抓住那青龙的身子 正要捏碎 但就在这一刻 那青龙双目露出浓郁的清光 身子一晃之下 竟然从其体内分出一道氢气 急速而出之下 化作了一条稍小一些的青龙分身 直奔王林眉心吞噬 王林冷笑 他全身最强之处便是这眉心 若是第三目打开 即便是骨神肉身也有所不如 更不用说还有那天逆了 找死 王林眉心之上 顿时便有一道缝隙 漠然间打开 这缝隙内露出刺目鸿芒 打开见如同一个黑洞 散发出强大的犀利 直奔那青龙笼罩 这青龙双目露出震撼 低吼一声就要倒退 但他的身子 距离王林眉心太近了 此刻退后 已然不及 在王林眉心第三目打开的刹那 便直接被彻底的吸入其内 唯有那阵阵龙啸的鱼音 还停留在这宫殿内环绕 王林手中的那条青龙 刺客立即萎靡 光芒顿时暗淡 在王林一捏之下 砰的一声化作点点 青光向四周散开 最终青光消散 在王林的右手上 出现了一个 指甲盖大小的碎片 这碎片上雕刻着一条青龙 这青龙活灵活现 若是有凡人看到 定会为之心神震撼 拿着碎片 王林仔细看了几眼 他在这上面 感受到了一股 与眉心朱雀印记 有些相似的气息 四圣宗有朱雀 玄武 青龙 白虎四周 莫非这碎片 是属于青龙圣宗之物 沉吟中 王林把这碎片收入楚代 目光落在了青光小盾上 没有了青龙印记 这盾牌内的鼓声济息缭绕 但却没有明显的散出 王林皱着眉头 仔细查看一下 立刻是双目一凝 在这盾牌之前 青龙印记处 虽说此刻没有了印记 但却有一团青色的气旋 在缓缓地旋转 之前有青龙印记覆盖其上 使得王林不曾发现 此刻印记消失 立刻把这气旋露出 这气旋不强 但在王林的观察之下 却是隐约看出 这气旋内 有一道原力缭绕 这原力没有攻击性 而是一道神念 这神念与古神气息交融在一起 不知为何竟然诡异的相容 几乎不分彼此 如此一来 想要知道这神念中的内容 除非是拥有古神气息 否则的话 一切修士 均都无法把这神念分离 至于第三步修士 能否分离这神念 王林不知 但他却知道 以扶风子的修为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恐怕也正是这神念 保留至今的原因 把神念留在这盾牌内 此事有些奇异 王林目露沉吟 若是不把这神念驱除 古神气息无法外泄 如此的话 这盾牌的威力 根本就不能全部发挥 沉吟片刻 王林眼中闪过果断 不假思索 抬起右手失指 深吸口气 眉心古神星点 缓缓浮现旋转之下 立刻便由古神之力弥漫 凝聚起食指 在这一刹那 王林右手食指 如闪电般迅速按去 直奔那盾牌侧面 小孔内的气旋而去 在他的手指 碰到那气旋的瞬间 王林指头上凝聚的 王祖古神之力 如同怒浪一般冲击 直接与那气旋碰撞 刹那间 气旋内 从盾牌上散发出的 古神气息 仿若颤抖一般 迅速拨动起来 向着王林手指凝聚 与此同时 随着古神气息的巨变 其内与之交错的神念 顿时被分离出来 立刻在王林的身世中 就有一个威严的声音回答 老夫青龙圣皇 受困于与之仙界 救我者奉青龙第一序列 把老夫信息送回青龙圣宗者 四圣宗也可为其做一件事情 老夫气息微弱 怕是坚持不了太久 往获得此神念者 速速来救 王林身子一阵 尚未来得及想太多之时 那青龙小盾内的神念消散 古神气息在这一瞬间 疯狂地爆发出来 这盾牌内的古神气息 不知被压制了多少年 此刻爆发 立刻便形成一股风暴哼扫 王林面色一变 一把抓住那青光盾牌 身子一晃之下 便出了宫殿 站在了星空下 在他身子出现的刹那 盾牌内的古神气息 彻底地宣泄而出 这气息之浓郁 即便是王林 也不由地为之一阵 之前那无尽的古神气息宣泄 竟然化作了一个庞大的古神虚影 弥漫之下 笼罩天地 这古神虚影眉心之上 一片模糊 有星点 急速旋转缭绕 看不清 到底是几星 此刻 那原本只有八掌大小的盾牌 更是在阵阵清光闪烁下 漠然放大 几乎瞬间便有了数掌大小 看其样子 还在不断地扩张 随着扩张 阵阵磅礴之力随之弥漫 那盾牌 更是由之前的小巧 化作了粗广 到了最后 那盾牌竟然达到了百丈大小 阵阵难以想象的威压 是疯狂的降临天地 远处陈道三子早就察觉 急迟而来 远远地望着这里 眼中再次露出了震撼 亡灵在他们眼中 已然变得是极为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法宝 磁宝称盾行 想必是一件防护类型的宝物 只是这宝物 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你们看这宝物后 幻化而出的麒麟 这麒麟几乎顶天立地 这种麒麟老夫前所未闻啊 这王道友 想来也是刚刚得到此宝 眼下正在祭练 陈道三子相互轻声交谈 却是把事实猜出了几分 更远处 居住在这水灵星内的修士 此刻纷纷从打坐中 被一阵心神颤抖惊醒 他们修为不够 此时只能感觉到 这天地之间被一股难以想象的 威压弥漫 丝毫不敢挪动身子 仿若只要自己一动 这天就是踏下 把自己生生碾碎 少女灵儿 原本正在盘膝打坐 身前放着一对灵的 越看越是喜欢 但就在这时 突然便感受到了 那天地之间的威严 在她感受到这威压的瞬间 一道柔和的蓝光 从她胸口散出 弥漫全身为其抵抗 蓝光下 灵儿只是略感不适 她一皱绣眉 起身走出房间 向远处看去 这一看 却是让她张大了小口 一眼的不可思议 只见在她目光尽头的天边 一个虚幻的巨人 半蹲着身子 仅仅如此 就已经是顶天立地了 若是这巨人完全站起 怕是一跺脚 这水灵星就会崩溃 大头等人此刻 也立即是闪烁而出 望着天空的一幕 立刻是呆了一下 那雷吉则是身子颤抖 眼中露出崇敬 望着盾牌后 幻化而出的巨大虚影 她清晰地记得在巨魔星上 皇族禁地中 有一面图腾圣物 那圣物上所刻画的 正是如眼前般的庞大巨人 浮风子是第一个察觉异常者 此刻她飘在半空 神色极为复杂 望着王宁身边那巨大的盾牌 这盾牌 是她当年 羽翼仇家厮杀之后 杀人所获 研究之下 立刻大为惊奇 隐约间知晓此物 怕是与四圣宗有些关联 轻易 她不会视站而出 之前也是为了逃命 生死危机下 才咬牙拿出的 至于其上的青龙印记 她可以破除 但以她的修为 却是看出 在那青龙印记下 还有一处弃弦 那弃弦 任凭她如何想办法 都始终无法破开 最终 唯有保持现状不变 但此刻 她却没想到 这盾牌一到亡灵手中 竟然就被其打开了 弃弦封印 内心复杂之下 她对于亡灵无形之中 更添忌惮 这亡灵 不简单哪 跟在她身边 早也不算太过 辱没了我 浮风子的身份 浮风子常叹 亡灵目光凝重 直勾勾地盯着呢 仍然还在不断膨胀的盾牌 这盾牌此刻 已然从之前的一百多张 增长到了近三百张大小 近距离看去 这盾牌就仿若是一片高墙 其做工很是粗糙 但却没有任何人 敢小看这盾牌的威力 这 才是骨神的法器 盾牌后的骨神虚影 随着盾牌不断的膨胀 其身子也渐渐的更为庞大起来 到了最后 其大小已然超过了水灵星 能看到的一切 就在这一瞬间 盾牌嗡的一声停止了膨胀 其后的骨神 缓缓低下头 他仅仅是头颅 便把这天空覆盖 其眉心至上旋转的星点 渐渐的缓和下来 最终砰的一声 彻底的停顿 在其停顿的刹那 亡灵双目爆出金光 露出狂喜与震惊之色 这 这是 这是 小说 仙逆第九百八十三章 古神保命神通 在内虚幻的陌生古神眉心 有八个星点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亡灵不会太过震惊 但在第八个星点之后 竟然还有一个 这一个星点 很是模糊 仿若尚未彻底凝聚 但显然 已经出具星形 只差一步 就可以成为九星的 惊天古神 亡灵倒吸口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盾牌竟然是这样一个古神之物 那虚幻的庞大古神 在眉心星点停顿的瞬间 身子轰的一声崩溃 化作点点金光向着星空弥漫开来 在这一刹那 整个水灵星上 仿若白昼一般 任何一个地方 都在那金光照耀下 处于明亮之中 这光亮 只是树西便缓缓地消散 大地再次被黑暗笼罩 在亡灵的面前 那盾牌达到了近千丈大小 树立之下 就仿若是一道天地壁垒 隔绝阴阳 在其上 清光朦胧 使得其四周的夜空 也随之朦胧起来 更是出现了阵阵扭曲之下 仿若此物 就是那本不该出现在 天地之间的法器一般 亡灵深吸口气 身子一晃之下 直奔那盾牌而去 不远处的浮风子 眼中露出挣扎 他想过 此物若是封印 全部打开后的威力 但此刻所看 却是远远地超过了 他的想象 有心去抢夺此物 但一想到 眉心的印记 浮风子却是不得不放弃 他不知道自己 若是冲破了 这表面的封印之后 将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越是未知 便越是会想象 众多他之前听闻过的 歹毒尽致 如此一来 却是让他越来越忌惮 王林临近盾牌 右手伸出 毫不犹豫地放在上面 在他的右手 碰到这盾牌的刹那 立刻便有 磅礴的骨神之力 从盾牌内冲出 融入王林身体中 带着一丝疯狂的暴虐 与毁灭一切的决心 这气息冲入 王林体内横扫 但却没有给王林 带来半点的伤害 这气息游走数圈 从王林体内离开 回到那盾牌上 就在这一瞬间 王林脑中 轰的一声 好似有大量的信息突然涌入 好在他是骨神肉身 略一次痛后便缓和下来 渐渐地吸收脑中的信息 许久 王林双目内露出了名物 张口轻声道 地 这是骨神之语 其声很是诡异 在出口的刹那 便由一股奇异之力 笼罩千丈大盾 此盾轻光缭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缩小 最终再次化作巴掌大小 静静地飘在王林面前 王林双眼平静 他知道 若自己不是骨神肉身 刚才那暴虐之力 就会立刻将自己杀死 这种法宝与骨神之顶不一样 骨神之顶内 虽说也有骨神气息 但这气息相比之下 可以说是缺少了灵动 单纯是器具而已 毕竟骨神之顶是图斯 并不满意的法宝 制作出后就随手丢弃 甚至可以说 图斯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那大顶一字 但这盾牌却是迅然 此盾很显然是那陌生骨神 贴身之物 否则的话 也不会在打开封印的刹那 幻化出其主之相 其级别 即便不如真正的灭神矛 也相差不会太多 均都属于那种天下间 唯有骨神才可使用之宝 若非是骨神一族 即便是获得了这宝物 也只是发挥很少的威力 如果这宝物完全解开封印打开 他们根本就不敢让其认主 若认 只认骨神 浮风子 你施展全力 向我打出一室神通 亡灵站在半空平淡的开口 不远处的浮风子 沉默片刻 双手掐绝之下 立刻便有紫光缭绕其身 漠然间在身前化作一面石碑 这石碑在轰隆隆的巨响 滑过天际的刹那 直奔亡灵而去 石碑上有无数的印记闪烁 形成一股滔天之力 瞬间临近 向着亡灵狠狠地压下 亡灵所在的天空 顿时便有咔咔之声回荡 却是四周百丈内 立刻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但就在那幻化而出的石碑 压向亡灵的一刹那 亡灵身体外漂浮的青光盾 光芒立刻刺目 闪烁之下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落在了那石碑前方 与其碰在一处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石碑彻底的崩溃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但让浮风子猛地睁开双目 露出不敢置信之色的 则是石碑崩溃后 其内蕴含的天地原力 竟然呼的一下 全部被那盾牌吸收 盾牌之盲 立即大浓 亡灵眼中露出沉吟 右手一照 立刻这盾牌 飞到他的手心之上 仔细看了一眼 亡灵脸上有了微笑 此物不是王族法器 但却是寻常古神之中的巅峰之物 按照之前脑中获得的传承信息 此物若是吸收了足够的天地之力 可以开启当年那陌生古神 封印在内的保命神通 以亡灵的定力 此刻也不由地怦然心动 能让八星古神 当作保命的神通 会多强 亡灵深吸口气 目光落在盾牌上 双目一闪 立刻这盾牌再次缩小 直接化作了一道绿芒 融入亡灵右眼瞳孔内 此刻的亡灵 一头长发下 右眼极为诡异 透出一股无尽的蓝 让人一眼看之 便绝不会忘记 此刻 在距离水灵星很远之处 天运星外 一道长虹呼啸临近 那长虹内正是司徒男 在他四周 弥漫了磅礴的天地原理 一头黑发飘动下 露出那粗犷 却带着邪气的容颜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仿若魔神 他并非一人 在其身边还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相貌秀丽 更是带着一股 妩媚风骚质感 身穿纱裙 飞行间 纱裙贴在身上 露出凹凸有致的 妙慢曲线 这该死的天运星 怎么这么难找 老子在这绕了好几圈了 幸亏遇到了仙子妹妹啊 否则的话还真找不到 也不知这司徒男 说的是真话假话 总之让那身边 风骚女子 眼口娇笑起来 司徒前辈来这天运星 不知所谓何事呢 这女子双目戴妹 娇声道 哈哈 老子来这里 是为了一个兄弟 多年不见 不知当年故人 现在修为几何呀 司徒男说着 神色露出了一丝追忆 内心暗叹 与亡灵已别数百年 真不知这小子 现在如何了 哦 前辈这位兄弟 不知叫什么名字 或许晚辈还认识 也说不定呢 那风骚妩媚的女子 美目流畔笑道 我那兄弟不好美色 估计你是不大可能认识 司徒男黑黑笑道 说着 他大手悄然无息地 放在了 妩媚女子的蛮腰之上 用力地捏了一把 那女子不依起来 正要反抗 却被司徒男用力一把 直接是抱在怀里 长笑中 身子向前一晃 直奔前方天运星而去 小娘子莫要着急 这一路上老子 把你喂饱了多少次了 你说红粉宫那姐妹众多 咱们先去你那里看看 到底有没有你说的 那么绝艳 那女子眼口一笑 目光 妩媚 娇声道 定会让司徒前辈满意 到时候 可别忘记我们 红粉宫的姐妹呀 司徒男听闻此话 内心很是痒痒 不由地想到了 凤鸾星上 那几个角色 按道 若是有一天 可以称霸凤鸾星 与王林一起 兄弟俩 左拥右抱 定是人生一大乐事 可惜这小林子是块木头 枉费我当初数百年的教导啊 司徒男这里 逍遥 快活 暂且不说 此刻 在距离天运星 很远的水灵星内 王林右目闪烁 蓝芒 大袖一甩 便直接回到了 居住的宫殿内 再次闭关起来 四周旁人相继散去 水灵星再次恢复了夜幕的宁静 这一夜 注定会有太多的人无眠 甚至连打坐都会无法定心 陈道三子如是 扶风子如是 还有那名为灵儿的少女 同样如是 她怎么也挥不去脑中 那仅仅是半吨 便已然顶天立地的身影 无法定心打坐 唯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总是无法静下心来 为什么我看到那巨大的身影 会有一种梦入轮回的感觉 好似在那一刻心中 起了从未有过的崇敬 灵儿很是想不明白 一直到天色快要亮时 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下去 睡的时间不长 但在梦中 却好似经历了一生 在梦中 她好似换了一个人 穿着陌生的衣服 在一处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天空一片蔚蓝 如同绸缎 美得让人炫目 而她 则是站在一处高耸入云的祭坛上 在祭坛下 站满了一个个穿着奇异衣衣衫的男男女女 这些人此刻全部都是跪在地上 发出奇异的咒语之音 弥漫天地 她伸开双臂 神色一片崇敬望着天空 好似在呼唤 在与这天地沟通 许久 天空凸起风云 骤然变化起来 云层漠然而现 滚滚而来 把蔚蓝的天空全部遮盖 祭坛下的所有人 咒语之声更浓 一个个神色全部露出了激动 与极端的恭敬 而她 则是单膝跪在地上 双手薄瓶状放在胸口 头颅抬起 露出修长洁白的颈部 做出一个古怪的动作后 好似有一个声音 从她口中喘出 就在这一瞬间 突然天空的云层 是剧烈的翻滚起来 渐渐的 却是有两道强光 从云层之上透出 直接穿过云层 落在了大地 云层被一股奇异之力弥漫 渐渐的向四周散开 但在那云层后 在这一瞬间 却是露出了一幕 庞大的身影 那是一个古神 其庞大的身子 紧紧露出腰部以上 就已然占据了天与地 在这古神的眉心 八个星点是急速地旋转 在这古神出现的刹那 祭坛下 所有人立刻欢呼起来 神色露出狂热 梦到了这里 突然结束了 灵儿睁开双眼 睁睁地望着窗顶 这个梦并非是第一次出现 而是从她有意识后 时常回答 这是她心中的一个秘密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意识地 不愿意把这个梦 告诉任何人 时至今日 就连她最好的姐妹 赵雪都不知晓 就连她的祖辈 一臣子 也不知道此事 原本 灵儿一直觉得 这只是自己的一个 奇怪的幻想罢了 虽说同样的一幕 在梦中看到了很多很多次 但全部都是隔着一层纱 看不真切 第一次看的真切 是当日遇到了那位 王姓前辈后的夜里 尽管外面发生了惊天巨变 但她却是在梦中 从未苏醒 那一日的梦里 她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切 甚至就连她自己 都有些奇怪 为何初一见到那王姓前辈 便不由自主地 心中有了一丝亲切 这让她很是奇怪 尽管如此 但她还是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从心里 她始终认为那梦 只是虚幻的想象罢了 但这一切 在此刻却是今夜轰然碎裂 她看到了那天空上 磅礴的身影 这身影虽说与梦境中的 那个巨人不是同一个 但那眉心的星点 那种传入她灵魂深处的感觉 却是一模一样 她从未想到过 自己梦境中的巨人 竟然真的存在 这一切让她的心彻底的乱了 清晨 灵儿的房间外传来一阵 轻微的敲门声 许久房内没有声息 站在房外的照雪 轻移一声 并未散开神时 而是把门推开 房间内空无一人 刚刚两天 这丫头去哪儿了 照雪秀眉一皱 转身摇着曼妙的身姿离开 这一夜 王林盘膝坐在宫殿内 幼木蓝芒闪烁 渐渐地平静下来 使得外人看不出异样 想要开启古神保命神通 需要太多的天地原力 仅仅依靠斗法中吸收还是不够 沉吟中 王林内心有了打算 她吐纳片刻后 一拍楚带 立刻一道金光闪烁而出 落在了她的手心 金光渐渐消散 露出了其内 一个极为绚丽的皇冠 这皇冠之内 引有一丝红影 透出罕见的奥义 在那红影外 还有一缕金丝缭绕 若是仔细看 可以发现 那金丝竟然是一条 缩小了无数背后的 一条金龙之魂 这金丝缭绕红影 仿若对其极为惧怕 完全是随着红影而动 王林蒸蒸地望着皇冠 眼中瞳孔内 也渐渐出现了昔日 那一缕烟红之影 红蝶 红蝶当年临死之时 曾让王林去一趟他的家乡 在那里 王林找到了一只蓝色的玫瑰 那玫瑰透出的奥 与红蝶是一模一样 而后 当王林获得这皇冠时 二者融合 当时的王林并不知晓 这皇冠的作用 只是隐约的感觉 好似在其内有了一丝不同 但却说不出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同 一直到当初在虚无 那金龙咆哮中 施展其最强大的神通之术 竟然幻化出了一个皇冠 再看到那皇冠的刹那 王林脑中豁然开朗 他毫不犹豫地 拿出了真正的皇冠 接下来的那一幕 时至今日 王林也还是无法遗忘 那皇冠闪烁的光芒中 那红色的身影 与红蝶是那么的相似 甚至就连那孤傲的气息 都是一模一样 红蝶 是你吗 王林轻声道 对于红蝶这个女人 他可以说是王林这一生 第一个敬佩之人 更是难以忘记 这当年的血育国天之娇女 能让朱雀魄力收徒 更是为其提升血育国级别 从而引起了一场 甚至把如大牛夫妇那样的凡人 都牵连在内的两国大战 王林话语落下的瞬间 那皇冠内的红影一颤 但却没有回应 而是渐渐的消散 仿若避而不见 王林暗叹 仔细看了皇冠一眼 收起放入储物袋后 他目光一闪 露出凝重之色 把接下来的此物 如是能祭脸操控成功 此去妖灵之地的把握 又会多了一些 王林深吸口气 一拍楚戴 立刻一股阴气弥漫 只见一具散发荧光的女子尸体 缓缓地出现在了王林面前 当日罗天与联盟大战 联盟方面拿出了 获自害育界的炼尸 这女子便是那三个顶级炼尸之一 在其受伤后被王林抢到了手中 这女子身穿银衫 把身体包裹得凹凸有致 若非是尸体 定然也是一个千娇百昧的游物 只是如今这女子面如死灰 苍白的可怕 阵阵阴气从其身上散出 转眼间就把房间弥漫 在这女子的身上 还有两根铁链 一根锁住其琵琶骨 一根锁住盆骨 这铁链通体紫黑 更有丝丝恶臭传出 若是有凡人文之 立刻就会暴毙而亡 即便是修士 如果修为不高 文之也会立即中毒 轻则中伤 稍微多吸几口 同样也会毙命 若能操控这具炼尸 便又多了一个敬念初期的助力 王林目光闪烁 他当年冒险抢到此物 眼下却是到了收获之时 正观察中 王林忽然神色一动 右手在身前一挥 立刻便把这炼尸收起 大袖甩动间 宫殿内的阴气 于那毒素时 瞬间消散 不多时 宫殿外传来了一个 略带犹豫的娇柔声音 王 王前辈 我是灵儿 此刻外面天色蒙蒙亮 但还有夜风吹拂 水灵星的黎明 风狠了 吹在灵儿的身上 尽管以他的修为 不会感觉太深 可却不知为何 仍然还是觉得有些冷 他窃窃地望着前面不远处 盘膝坐在地上的一个大汉 他记得几天前 看到这大汉跟在王林身后 此刻被这大汉 冰冷的目光盯住 让他很是害怕 他抿着下唇低声道 我 我想见王前辈 你 你可以让我进去吗 塔山一语不发 只是冰冷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少女 若是这少女再向前走出一步 她就会出手 小说 仙逆 第九百八十五章 宝瓶 宫殿门从内打开 王林脸上带着微笑 望着胆怯地站在那里的灵儿笑道 你怎么这么早到我这里 有什么事情吗 看到王林出来 灵儿松了口气 拍了拍胸口连忙说道 前辈 天就要亮了 水灵星的日出很美 灵儿想问问前辈 愿不愿意去看一看呢 她说着 小脸就红了起来 尽管王林是前辈 但在她看来 其样子比自己长不了多少 如此明显的约情 让她不由的心跳加速 有些羞涩 王林听闻此话 脸上笑容收起 眉头一皱 灵儿一直观察王林的表情 此刻看到王林皱眉 却是心神立刻跌入低谷 咬着下唇站在那里 竟然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了 灵儿姑娘 老夫还要修行 你若独自以人害怕 我让塔山与你同去好了 王林说着 目光落在塔山身上 平淡地吩咐道 塔山 你随灵儿姑娘去一趟 一路保护其安全 说完 王林不再去看那灵儿 转身就向宫殿内走去 她内心苦笑 那灵儿话里的意思 她如何听不明白 只是她修到一千多年 说声老怪 虽说有些夸张 但以她的修为 却也符合 况且 她实际的年龄 也的确是一千多岁 远远超过了那个 名为灵儿的丫头 之所以对着灵儿 有些和善 除了因为其水灵根外 更多的是一种长辈 对于晚辈的提携 别无他意 灵儿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想与前辈一起 看一看日出 莫非连这么小的要求 前辈也不答应吗 灵儿眼睛内有了精盈 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怎么了 之前在房间里苏醒后 立刻就有一种 想要找到王林 想要找出梦中一幕的答案 她有一种感觉 这一切在王林身上 会有结果 王林背对着灵儿 脚步未停 走入宫殿后 袖子一甩 宫殿之门缓缓合上 前辈 灵儿想知道 夜里天空上 那虚化而出的巨人 他 他是什么 灵儿焦急中就要上前 塔山目光一闪 直接迈出一步 立刻就有一道波纹散开 落在灵儿身上 把她的身子 硬生生地推开树长 灵儿的修为本就不高 此刻连连退后中 面色立刻苍白起来 体内的灵力不稳 再加上心中 对于想知道的事情 又极为焦急 又因这一夜心绪不宁 顿时便使得体内 灵力乱窜 一口鲜血涌上 直接是吐了出来 王林一声长叹 皱着眉头身子一晃之下 便从宫殿内消失 出现时 站在了灵儿的身边 右手在其背上轻轻一拍 顿时一股原力 涌入灵儿体内 只是轻微一转 便把灵儿体内的灵力 调整过来 轻伤顿消 你这丫头 走吧 老夫就陪你去看这日出 王林很是无奈 他对这少女有些好感 这是事实 但却不足以影响心神 之所以答应 主要还是看出这灵儿 似乎真有些疑问 想要问询自己 前辈你答应灵儿了 灵儿虽说面色还是有些苍白 但却立刻露出惊喜 大眼睛忽闪忽闪 有了娇憨之想 只此一次 王林内心暗叹 他这一生 只是在李牧晚 暮年之时 与其一同看过日出日落 那段日子 成为了王林心中的永恒 除此之外 再没有与其他人一同看过 若真说有 当日在恋魂宗闭关山洞口 与柳梅隔着不远 也算是同时目睹了日落 灵儿脸上露出明媚之笑 点了点头 高兴地把手腕铃铛一晃 随着清脆灵音响起 远处天空迅速 飞来一个白点 却是一只仙鹤 飞舞而来 在灵儿上空盘旋 发出声声鹤鸣 灵儿身子一跃 便落在了仙鹤身上 至于王林 怎么可能与这样一个 后辈小女孩 一同坐在仙鹤上了 左行虚空一晃 便踏在了半空 灵儿娇笑中 一拍仙鹤的头笑道 前辈跟灵儿来 说着 那仙鹤身子在天空 画出优美的弧形 直奔前方而去 亡灵苦笑中跟在后面 渐渐地消失在了天边 一路上 灵儿很是开心 笑声不断 更是随着仙鹤飞舞 这丫头手腕上的铃铛 不断地发出清脆之声 与其娇笑融合 形成一道 放若天籁般的曲乐 传入王林耳中 倒也很是舒服 望着在仙鹤背上的灵儿 王林暗叹 他能看出 这灵儿是真的很开心 而他这一生 除了童年外 很少有如这少女 一般开心的一刻 时间不长 那仙鹤便飞至一处绝风 此风极高 直冲云霄 更有团团白云缭绕 远远看去 借着一丝 从东方升起的红霞 这山风透出一股壮观的美 绝顶之风 在那云雾中是若隐若现 更有茂密的绿意 弥漫在山石之上 连接成片 乍一看 很是有种自然之感 在这山风之后 可隐约地看见一片 略有起伏的黑暗 那里是这水灵星上 无尽的海洋 仙鹤一声嘹亮的斯鸣 翅膀轻轻一扇 立刻顺着山风 穿过大片的云层 直奔山顶飞去 不多时就来到了此风之顶 栩栩落下 灵儿身子一跃而起 如同一只轻盈的蝴蝶 在阵阵铃声回荡中 偏偏地站在了 风顶的一处青石上 前辈快来 此刻山风吹来 把灵儿的秀发吹起 在她回头间 从翘脸之上浮过 遮盖了小部分的容颜 如此一来 居然在她身上 展露出了惊人之美 青丝浮动下 那让人怦然心动的容颜 一丝不落地 映入了亡灵的双眼 尤其是灵儿身上 那来自水灵根女子的内媚 更是在这一刻 仿若被这浮去的山风 打开了封尘 不经意间 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恰逢东方出阳 从阵阵略有暗色的海面中 缓缓升起 万丈橘黄之光 在刹那间弥漫天地 如同一把把光芒之剑 向着四方横扫 天地间的一切黑暗 随之远远避开 渐渐消散 就在灵儿那绝美的容颜后方 出阳抬头 以那柔和的光芒为景 升起的出阳为衬下 灵儿那巧笑奄然 青丝浮动脸颊的一幕 永恒地定格在了王林的眼中 王林眼中露出赞叹 身子从虚空迈出 站在了一旁的山石上 默默地望着远处的出阳 心神极为难得地 处于一种很奇异的状态 宁静 灵儿没有说话 而是抬起玉手 把青丝挽在耳后 与王林一同望着 那渐渐升高的出阳 脸上露出微笑 在雪姐姐没有来到紫星之前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时常在这里看日出日落 一直到那出阳彻底的升空而起 灵儿才悠悠一叹 轻声道 很美 王林缓缓开口 他望着远处的出阳 刚才的一刻 他无意中沉浸在了那很是奇异的境界中 虽说短暂 但给他的记忆 却是难忘的 在那种奇异的境界中 他隐约将好似看到了一些什么 但仔细去想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这种感觉很怪 对于王林来说 尚是第一次遇到 远处传来阵阵海的声音 落在四周 与此刻的宁静完美的结合 不分彼此 听在耳中 也是没有半点不适 前辈 夜里星空中那巨人的虚影 灵儿想知道 那是什么 许久 灵儿轻声道 王林望着远处天空 那已经升起的出阳 沉默了片刻 缓缓说道 是我法宝的一个气灵而已 灵儿咬着下唇 看着王林摇头道 前辈莫要糊弄灵儿了 我知道 那不是气灵 那应该是一个现在已然灭绝 而很久很久之前 这星空下最强大的存在 王林目光微不可查地宁 平静地说道 何以见得 灵儿低头沉默许久 银牙一咬 仿若下定了决心 抬头中美目露出坚定之色 更是有一丝奇异的神采蕴含在内 望着王林轻声道 晚辈从儿时至今 始终有一个梦境弥漫心神 常常迷失在其内 无法自拔 在那梦境中 我曾经看到过那 那昨夜出现在天空中的巨人 虽说不是同一人 但他们的眉心都有心点 这番话 灵儿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她下意识里 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但现在面对王林 却是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把自己这一生最大的秘密 说了出来 王林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轰然一震 盯着灵儿 渐渐地皱起了眉头 对于眼前这少女所说的这些 她并不完全相信 她传承了图丝记忆 在那记忆中 没有半点与凡人有关之事 更绝无任何一种说法 可以解释这少女所说的一切 梦中可以梦见古神 此事太过荒诞 王林不再去看灵儿 而是目光继续望着远处的 天空许久之后平淡地开口道 日出已过 问题已回 你可以回去了 老夫在这里还有一些感悟要顿 不惜有人打扰 灵儿面色瞬间苍白 她退后几步 睁睁地望着王林 她知道 对方显然对于自己所说之话 并不相信 沉默片刻 灵儿眼中露出坚定 她本就不是一个如外表看起来柔弱的女子 一旦做出决定 就轻易不会退步 毫不犹豫 灵儿整个人半跪在地上 双手放在胸前成宝瓶状高举 抬起头 露出修长的颈部 做出了在那梦中看过千百次 永恒定格的动作 王林双目默然间一宁 脑中好似轰的一下